啊 有点好东西 救命啊 救命啊 这小魔女又得了什么星座旗啊 又要找到城里不得安宁了 来 给本小姐看给你的真本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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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狗不挡当 都给本小姐滚开 来我 你 找死不成 居然竟敢得罪这小魔王 谁又知道 谁又倒大霉啊 这可是出了名的小魔女 谁遇见她谁倒霉 混蛋 你居然敢对本小姐出声啊 带你家长辈略做教训而已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教训我 在天涯城还敢这么嚣张 我爷也定然不会放过你 若是石像 就现在立马给本小姐磕头认 你再敢骂一句 她不闪你 我来 你 你敢打我 你这个贱人 这小魔女终于栽了跟头了 好样的 终于有人能让这女魔头吃别了 可不是吗 仗着自己罗家大小姐的身份 不知道做了多少年 罗家 小元大哥 这罗家便是空间虫洞的拥有者 罗家老祖实力 约莫在五星斗宗 前 前 前人 我弟要我爷爷 将你的手指 以为你真的跺下来 哼 星星竟如此恶毒 鸡尾如此行径 真不将我罗家放在眼中 爷爷 爷爷 那是个家老祖 居然亲自来了 叫他 叫他 爷爷 他们欺负孙女 您可要替我做主啊 敢在天涯城 对我罗家之人出手 胆子真不想我 谁啊 帅哥给你们罗家 会交出这种蛮不讲理的小辈 原来这做长辈的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啊 斗宗强者 哼 一个小小的罗家 和交出来的孙女 竟然比我还调难 斗 斗黄 这么个小丫头 竟然也是斗黄 这些人到底什么来历 此女子的实力绝不在我之下 若是强行教授 怕是得不偿失 而且如今空间冲动 正在维修的紧急关头 好 即位 今日之事恐怕有些误会 你们先将小药带回去 爷爷 我不走 你一定要回来的 是 爷爷 来 爷爷 走吧 太阳大西人出来了 这位姑娘 不知道能否暂留一下 如果老夫没有猜错 几位朋友此次到天涯城来 应该是为了空间虫洞吧 空间虫洞这次的问题不小 需要几位斗宗共同修复 所以想请这位姑娘出手相助 报仇呢 这支队伍的领头人 竟然是这斗宏小子 空间虫洞一旦修复完成 那几位便能顺利进入 想必就不需此行了 来 几位 要知道这方圆千里之地 可再无第二个空间虫洞 罢了罢了 若是这位小姐 能够助我修复空间虫洞 老夫便赠予你们一枚七节磨合 怎样 说不错 现在青山上罢了 什么 什么 就是人之右 有个虫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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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 没什么 什么 这 嗯 什么 还 有个虫洞 咱们 无对 有个虫洞 你怎么 你怎么 还能无人呢不成 竟要一个女子上来 萧嫣人哪 这种时候都不见踪影 莫不是怕 对付你 还不用萧嫣哥哥出手 太好了 这太小张了吧 太好了 薛人全界终于能出宫恶气了 起萧张下去 寒门的人都见门狂妄了 狂妄自然是有狂妄的本钱 白城学长若是看不过瘾 我陪你玩便是 与女孩子动手 未免有些掉份的 你是偷我回来了 偷我回来了 小子 今天我让你有来无回 不错的丹药 岂能一下子增幅出这么强的力 我真的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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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者王 败者寇 真正到了生死战斗 没人会管战斗的过程 结局 才是最重要的 白城学长说得好 既然如此 这无品龙力丹字炼制出来 还未试过效果 就拿你试试 无品丹药 你还真舍得呀 哼 白城学长都舍得吃丹药 我身为炼药师 也不能失了面子 是不是 不愧是无品白药 不愧是无品白药 小蕾竟然如此恐怖 白城学长 这闻该我了 i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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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 看来白学长的丹药效力 似乎并不如龙丽丹的 这怎么办 吐戏开甲 还挺识货的 就算你有龙丽丹 想打败我 绝非一世 是吗 看我如何破了你的龟壳 口气倒是不小 娇颜 招定胜副吧 招定胜副吧 旋徒宁选 那小子以为靠蛮力就能摧毁老大的斗气铠甲啊 简直太天真了 小子到极限了吗 抱歉了 白学长 你那强宝坐刺 我得帮你做了 这 这是 漂亮 攻击斗气铠甲时 在裂编冻里注入暗境 再从内部炸开斗气铠甲 白城这场输得不远 萧颜打败白城 将自动取代白城在墙榜上的排名 太后来 老大 成哥救手了 老大 成哥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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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允哥哥 没事吧 走吧 不知又是哪位学长想要来挑战 还请耻教 来 烈山帮帮主 霸枪柳晴 没想到这场比赛 竟然惊动了她 柳晴 雷娜到不足为俱 可是 你还得罪了柳飞那个无礼且记仇的女人 她的哥哥 可是强绑前十的顶尖狗人 霸枪柳晴 内院中能胜过她的学员 屈指可数 恐怕就连你那青子火莲 也奈何不了她的烈山枪 没想到你 竟然能打败白城 嗯 侥幸罢了 我们之间 也是间接有些过节 哥 不是叫你待在上面 哥 哥 人家无聊嘛 霓子 你先上去 恐怕此事不能善聊 柳帮主 当初的事 是非曲直 轻者自轻 而萧炎哥哥 并无半点不适 不要以为在那远中实力颇强 便傲气十足 若你真要不分青红造白强出头 我萧勋儿 接下便是 我哥岂是你容训之的 还有你 萧炎 别以为打败了白城便能得意 你不过就是个 依靠丹药之力的废物办了 菲儿 哥 我又没说错 够了 这 不要以为仗着有柳帘 这种情撑腰便可肆意妄为 这一巴掌 是替萧炎哥哥扇的 哇 好大一些耳光啊 柳飞这次脸都大了 这一巴掌扇的 真帅气 你 你 你竟敢打我 你这个坏女人 我要宰了你 菲儿 冷静 哥 人家欺负你妹妹你都不管了吗 哼 这位同学 未免过分了吧 自取其辱 怨不得人 萧儿 哥 你就这样看着我被人欺负吗 要给我报仇啊 把我打赖那个坏女人的脸 今天还真热闹啊 刚看了一场男人间的战斗 没想到女孩子们也不甘示弱 是林秀牙 她可是狼牙的老大 林秀牙和柳晴谁更强 那还用说 肯定是林秀牙了 林秀牙 林秀牙 是她 实乃金国不让须眉 解气 抱歉 这逆子性子就是这样 无妨 这便是学妹的个性嘛 萧嫣雪弟 上次走得太过匆忙 还未跟你道声谢 若不是你出手 恐怕我们几个 都没法活着回来 林水长严重了 林秀牙竟然和这小子 关系不一般 柳晴 我看今日便算了吧 是啊 你不会也想挑战萧嫣吧 她可是刚刚经历一场大战 斗气还未恢复呢 趁人之危的事 我不屑为止 女孩子之间的争吵 我不会介入 但飞儿也不能白白挨打 一个月后的强绑大赛 若是遇见 便施展全力吧 到时 自然奉陪 林秀牙学长 刚才多谢三位学长学姐 帮学弟结尾 萧嫣老弟别怪我们多事便好 我到现在还看不清 你们真正的实力 这一届的新人 果真是卧虎苍龙 学长过奖了 听刚才柳晴的意思 我也能参加抢榜大赛了 定是因为萧嫣哥哥击败了白城的缘故 没错 白城原本排在强榜第三十四位 现在这个位置属于萧嫣兄弟 你自然有资格参加强榜大赛 三十四 却离前世还差得远 莫不是你还看不上这三十四的排名 好家伙 果然是出生牛犊不怕虎啊 虽然这个排名不算靠前 可在天才云集的内院中 已经足够优秀 墙帮里每提升一个名次 绝非易事 虽然难 可是每上升一个名次 得到的好处可是更加丰富 什么好处 先别想着好处 想必很快就有你头疼的